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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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尷尬 坦白說 大家也緊張 很多獎項 所以不尷尬 更加不尷尬 因為叫了我兄弟 周國賢 一起上去 我更開心 我覺得整件事是 挺好的回憶 老少平安當年拿獎項 梁文禮叫錯名 我起碼會記得一件事 所以希望梁文禮 不介意 不要緊緊於懷就OK 我覺得是比普通上去拿 上年在音樂方面 可能比較少了 今年的成年 滿意 滿意 因為拿歌曲獎其實很難 一年裏面 可能有幾百隻 在幾百隻裏面 能夠成為其中 十首可以拿到歌曲獎 是很難的一件事 所以歌曲獎是一直很想 每一年都拿的 今年拿到歌曲獎已經覺得很開心 其他事情 今天一月一日 明天一月二都由頭來講 由頭來講 今年放下 今年會多寫多些歌 因為之前都 特意去我自己 不寫那麼多歌給自己 希望自己存多些靈感 我覺得2019年 要寫多些歌給自己一年 都是自己的記錄 自己的靈感就是自己的經歷 你為什麼有大把貨在身上 不是 不是大把貨 不過是很多經歷 拍了很多相片 我會找出來 回憶一些事情 然後就寫歌 早前 有幫我才會出口 是 其實很簡單 很隨意的回應 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麼大件事 還有 網民都特別去大反應 那我就 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因為都入行這麼多年 還有 我覺得 新入行的人 是需要大家支持的 如果新入行 就能夠去 即 即 即 一個人可以能夠面對到 他們就不叫新人 他們真的很新 所以要後面有人去 背後 或者有人給他機會 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其實又不是的 我都是提議一下網民 你們不如都嘗試加入樂壇 其實很簡單 一句 你說那個餐廳難吃 你先試一下 你試一下 是不是真的那麼難吃 Casal的一個回復 大家不要那麼緊張